我喜歡滑雪 這台麥答案 這台麥 散的路 老闆馬國是宿 非常熱 查一顆 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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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我出道的 第 小孩 第八年 其實這一路就是一個 像我在攀登一樣 我在攀登一個高峰一樣 如果大家不想錯過 好的精彩採訪的話 大家一定要記得 訂閱 點贊 關注 THK的9 大家好 大家好 彭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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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 Irish 室 阿含 阿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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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滑雪 每年到冬天的时候我就会去滑雪 但是就是来到泰国过后 因为泰国没有雪嘛 然后就 就是让我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 因为当时我来的时候 特别还想把我的滑板搬过来 这台麦大艾 这台麦 非常热 一段的翻译给他听 这样 那就很简单的说吧 就是最开始 其实在中国的时候 我也是以歌手 然后还有团体出道的 然后后来才慢慢的去尝试了一些 就solo出道过后 然后才慢慢去尝试了一些戏剧的东西 然后这次的 为什么来泰国 重新以一个歌手的身份出道呢 就是因为 刚好有公司的老板找到了我 就希望我以中国成员的身份 能够来到这边 然后以Plan B这样的团队形式出道 所以说我觉得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能够让我来泰国出道的一个桥梁 所以说我选择了 一团队出道 一团队出道 我现在想哭 因为其实说实话 自从选择做这一行 包括今年是我出道的第八年 其实这一路就是一个像我在攀登一样 我在攀登一个高峰一样 然后而且这个高峰是一个特别陡峭的高峰 它不是一个直接上去 然后也不是一个直接下来的这种 它特别陡峭 它中途可能有很大的造成很大的一个悬殊 就是你可能达到那个顶点过后 突然到了一段 就是下一段时间 你突然一下就摔到谷底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像是一个攀岩者 一直在不断地攀登一个高峰 然后现在走到了一个转折点 因为我来到泰国 然后现在我在从下往上继续地去攀登 所以说我希望我这一次选择这个山峰 这个山峰没有那么的陡峭 没有那么的危险 没有那么的危险 然后能够一步一步地攀登到最高处 谢谢 五个词 1 这一点 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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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了 我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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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有一次我在 苏美岛住过一个月的时间 我功课 我会因为每一年 工作完到年底的时候 因为压力很大 心情特别的紧张的时候 我就会到泰国来放松 三本 我家有七只猫 一只狗 我很年輕 我喜欢马 马 铁尼 钵尼 铁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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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y 我之前有唱过一首 泰语的歌的中文版 这首歌 Pling是 是 我找你 口含 不想拍照台 T12 才是嗎 感恩 頭進根 才 嘎 嘎 嘎 難得 OK 大家可以在 嘎 嘎 Gab Spotify 可以听我的歌曲 然后搜索 构成浩宇的中文名字 有点困难 然后就可以听我的歌曲 然后希望大家 能够多多支持 上面有一首我的原创歌曲 叫做Black Mirror 黑镜 然后就是我在 泰国苏美岛居住的 那一个月的时间 写出来的一首歌曲 因为那首歌曲 是我在我非常 很黑暗的一段时间 然后创作的歌曲 也希望大家能够 听这首歌的时候 能够了解我的过去 然后也能像我一样 像一个打不倒的战士一样的 一直去勇敢地追寻自己的梦想 然后也希望你们的生活 能够一帆风顺 然后能够带给你们力量 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 我的微博叫做 构成浩宇 我的Instagram叫做 IG Twitter 微博 Kofunka